我们来关注一起悲剧 湖南西洋县12岁的思思 两个月前生下了一名女婴 思思就说 她说从去年6月开始 三个小学老师曾经先后多次对她实施强奸 但是涉事人员和学校均失口否认 为了找到证据受害人的家长 让女儿把孩子生了下来 去年底思思的母亲发现女儿的肚子越来越大 开始以为是长瘤子 经过B超检查 发现思思怀孕了 胎儿已经5个多月 12岁的小学女生怀孕了 孩子的父亲是谁呢 据思思说 第一次被强奸发生在去年6月 当时思思去学校上学 在办公室里 老师汤某给了她一杯水 喝完之后啊 她便失去知觉 直到中午才醒来 自讲 她虽然昏迷 但下意识有感觉的 醒来之后 思思说 汤某拿着一把水果刀威胁她 不让她说什么 第二天 思思称 汤某再一次强奸了她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 思思说 汤某曾和她有过十多次打 除了汤某之外 思思还说 另外还有两个老师 也强奸过她 这两个老师的性侵 发生在9月 当地警方随后展开调查 并对被思思举报的 三名老师收押取证 经过医院对思思在 妇产科抽羊水样本 和三名老师的DNA样本比对 三名老师的嫌疑被排除 受害女生家长坚持说 这并不是真相 她希望女儿将孩子生下之后 最终通过亲子鉴定 确定真凶 认为DNA的鉴定结果 只能够排除 这三个老师 不是小孩子亲生父亲 但是对于 是否实施强奸行为 这一个事实来说 我觉得这个DNA的结果 还不能够完全 排除这个嫌疑 公安机关在被害人 明确指定的情况下 要完全排除 三个人的作案嫌疑的话 除了有一个DNA的 鉴定结果以外 可能还要进一步采取 其他的这个侦查措施